看看新闻网 但是呢这里的人气因为五位学员的到来而比平时更旺了 一大票的粉丝从天津的各地赶来给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呐喊 我希望那个郭帅能够复活 那也是郭帅我跟他一块看 我希望的都进了12强了 在前几轮比赛当中被导师们称为小孙燕姿的王仲 在试音会上曾紧张的要求导师背过身去 而今他已经落落大方 完全拥有了一名作为歌手的心理素质 我要告诉自己不要紧张 因为唱歌是最重要的 支持我的人给我投一票吧 谢谢 导演组透露 逆袭战的规则已经初步确定 一名逆袭选手只要PK掉两名12强选手 就算逆袭成功 那么谁会是他们最喜欢挑战的对象呢 如果能够参加逆袭的话 你会挑战哪两名12强选手 爱飞吧 对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跟他关系很好嘛 然后挑战他的话他也不会生气 其他选手都很强的 然后我可能就是抱一个学习的态度吧 我可以给大家写出更多的原创歌曲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 本周日晚中国梦之声的逆袭战 无疑会是一场攻守双方都会拼尽全力的生死大战 而且比赛的现场将进行直播 谁会参加逆袭战 又谁能逆袭成功 都只能在现场揭晓 如果您希望自己喜欢的选手能参加比赛 请登陆我们的官网为他们送上掌声 明天十天时辰的拉票会将遗失南京 东方卫视记者董燕 徐晓晓天津报道